大家好 我是张若云 我是张若云粉丝 很高兴能来到脱口秀大会啊 第一次讲脱口秀 就要接在李旦的后边 有点压力 有一种被巨人站在肩膀上的感觉 不过导演说呢 我在搞笑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 毕竟我长得像哈士奇 你们觉得我长得像狗吗 我不敢沟通 我今天主要是来看比赛的 今天这场很激烈 李旦老师搞什么上位区下位区 瞎搞 脱口秀是一门纯粹的艺术 被你们搞得这么好看 这么老少嫌疑 真讨厌 今天选手们要拼的是一个进决赛圈的机会 我们这个行业呢 黄金机会就那么几次 所以主动抓住机会 很重要 大家可能听说过 庆余年这部剧 就是我主动争取来的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 当时接到庆余年邀请的时候 他们给我发了一个PPT 特别简单 特效都没加 只有几页纸 其中一页写的 还是谢谢观赏 我当时就给经纪人打电话 我说这种项目 是不是不太靠谱啊 然后他跟我说 应该不是骗子 骗子会做得比这更用心点 但后来看了剧本就不一样了 我看了八集剧本之后 又去看了原著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我第二次跟导演见面呢 我就说出了那个八个字 我说 小贩大人 非我莫属 我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因为这个句式真的好用 我求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我跟我老婆说 我张若云 非你莫属 等到第三次跟导演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个小时的 对角色的理解 我连这个主角 为什么要叫小贩大人 不能叫范大人 我都给他分析得明明白白 我说因为上到99岁的老奶奶 下到刚说话的小孩 他都能聊得来 大家对他又崇敬又亲切 所以才会有既小又大人 这样的一种理解 这是我的理解啊 当然我觉得导演的理解 也有他的道理 他说小贩大人 之所以叫小贩大人 是因为贩大人是他爸 总之呢 这样就一拍即合了 经常有人问我说 《青云年2》什么时候拍 有的观众跟我说 自己从单身等到怀孕 等到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 还没等到 这人说我老婆 观众们急 其实我更急 大家知道这个 郭麒麟送易 在我们《青云年》里边 是姐妹的 姐弟的过 姐妹也行 现在居然跑去 隔壁剧组谈恋爱了 为了我们《青云年2》 我第一时间 我就给他们发去了祝福 我说 祝你们有情人 忠诚姐弟 其实我们这个演绎 这一行啊 特别容易让人产生 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就是今天这段脱口秀 我以为我能轻松地拿下 但我在家练了好几天 你看我现在汗出的 我发现太难了 我接着这个活之后 我天天在家后悔 着我拍大腿 我说我为什么 要接这个活啊 我后来我拍着拍着 我发现 脱口秀我不行 我拍灯我行 所以我还是很佩服 脱口秀演员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啊 希望今天选手们 都能放松心情去比赛 这是脱口秀最好的舞台 无论是谁 只要足够努力 那个控制的位子 未来非你莫属 不过今天暂时数用 我就先过去了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张若霖 欢呼吧 欢呼吧 这一集比到现在 我算是明白了 当你被别人喜欢以后啊 你以后再演出 最大的笑声 只有你上场那一刻 让我再享受一下 最近你知道 确实 今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说我最近搬家了 因为赚到钱了嘛 原来 原来是和阳门合租 我现在一个人搬出来了 就是对 人嘛就是这样 你变好的时候 不抛弃朋友 怎么证明你变好了呢 而且我这么努力 这也是为了他呀 就是为了他将来50年后 有机会跟自己的孙子 指着电视里的我说 你看那原来 可是爷爷的室友啊 那我最近就有点害怕 是我家 我发现我新家有蟑螂 你们见过蟑螂吗 太个人了 就吓得我都不敢回家 我原来和阳门合租的时候 家里又有蟑螂 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可能是因为当你家里 就有一个更更应人的东西的时候 啥呀 你呀 啥呀 我放在那儿啥呀 我让你演得好 好了 这个以上就是我今天 脱口秀的全部内容 等一下 完美结束 真的 热搜我都想好了 就是杨门恩 个影人 没有 没啥段 过去这一年 我都没怎么做脱口秀 我都在录节目 你们也看到了 都是和什么张博之啊 吴学怡啊 沈梦辰啊 你知道他们都是那种人 就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头都特别小 你说我出来乍到的 我哪知道啊 我还以为导演组骗爱我 别人都用正常镜头的时候 就给我特写镜头 我以为是想放大我的美 当时真的 我都开始怀念起和成路 一起录节目 我说那个时候 我不光头小 个儿还高呢 我还是回去录特口秀吧 只有这些演员能放大我的美 他们都只会放大我的头 太欺负人了 他们 头小也就算了 还会特别多的才艺 我都不知道 录节目还要才艺的 导演组说 你除了特口秀 你还会一些其他的才艺吗 我说 会啊 我还会 呼吸 我还在这幽默的 那边博之姐 咔就倒立起来了 导演组说 你看看人家 你还会啥吗 我说我还会 讽刺他 你说行吗 你看他脸都变红了 要不我交给他呼吸吧 就啥也不是 除了说话啥也不会 我录节目都不是这个 我最大的困难 是我无法一整集 都保持一个优雅的坐姿 经常就是我录着录着 你就看见我经纪人 在摄像机旁边对着我说 杨姐杨姐 下巴 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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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合上 no no 就是跟你比比画画的 一套动作什么 坐起来一点 坐起来 不要駝背 不要駝背 头发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 转一下 这边好看 手拿下来 不知道的 他以为杨丽是不是听力不好 不然录影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要配一位 手语老师啊 叫最烦的就是这个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一下 那我头发就是又多又密就往下掉 那能怪我吗 要怪也要怪 控油防脱能力非常好的 养元清洗发水啊 养肺发际线 让你的头发像我一样 密不可控 好了 这回真的没了 这回真的没了 你们也了解我的 我商务都念来了 我还在乎啥呢 谈恋爱吗 不谈了 这一年真的气死我了 你知道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你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要先问他一下喜不喜欢杨丽 喜欢才能和他在一起 我当时想说 他喜欢杨丽 难道他不应该和杨丽在一起吗 你们是疯了吗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谈不成恋爱了 我好不容易有几个喜欢我 都让你们弄走了 我就只能专心搞事业 一不小心事业 有点搞得太好了 我现在不光学习了艺人的优点 我还学习了艺人的缺点 你们能想象吗 那天前几天 我接下来拿着一张海报 问我的经理人说 我说为什么我在上面的位置这么偏 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多可怕吗 我说完我都愣了 我说这竟然是我说的话 这句话太可怕 这句话就好像是那种 贪官收到的第一笔钱 浪子喝到的第一杯酒 就是一切都只是堕落的开始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严重起来 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门说 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被绑架 他说 我说少废话 庞博你杨门都在我手上 我说庞博的名字 为什么在我前面 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我受不了你了 你信不信我要撕票 我说撕票 那法医是不是要来拍 你等一下啊 你拍吧 在那张遗照上 我要咽压所有人质 这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我就快速地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不想变成这样 所以以后我决定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义 如果真的是最大的努力 我也做不好的话 也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家是有产业的嘛 我爸我妈是养猪的 所以到时候 我就和我妈回去一起养猪 别的不敢说 在那个猪圈里 我一定是头最小的吧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 我是陈璐 谢谢 好 投票吧 这个 就不用讲了 这不用讲 今年这个拖游大会 是更好看了 对吧 怎么没有人反应 跟我去想的完全不一样 肯定了 这个有人说 今年拖游大会更好看 全是领导的功劳 这个 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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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这么多人 其他人就没有一丝丝的功劳吗 这个 没有啊 这个 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做节目越来越难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什么都可能会被误解 就是可能都会骂 就比如说我原来在节目上就吐槽大会 有吐槽过那个拳王邹世民 大家还记得吧 我就说 周世民很不容易 来自贵州一个小地方 靠自己打拼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弹幕里面就开始有人骂我 说放屁 胡说 贵州才不是什么小地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贵州 不是贵州是个小地方 是贵州一个小地方 贵州也有小地方 还有一些人更过分 你知道吗 天天给我发微博私信 告诉我贵州的人口和面积 搞得我对贵州特别了解 真的 简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贵州常住人口3860万人 总面积十几点六万平方公里 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我爱贵州 不是 我爱大贵州 我爱大贵州 其实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 我还有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关系真的很好 就是从小关系就很好 不像有的父母 还会打小孩对吧 而且有些父母 打小孩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屁话 很蠢 说什么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哪 很荒唐对吧 你不可能一边打小孩 一边想 糟糕 是心痛的感觉 大家千万不要打小孩 你看我爸妈就从来不会打我 相反 他们有着很好的育儿理念 他们就是要跟小孩做朋友 我爸为了了解我 还去偷看我的日记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是偷看他的日记的时候 发现的 我俩关系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暑假 我和我爸天天在一起 打游戏 下象棋 就跟哥们一样 然后有一天发现 游戏机象棋都丢了 原来是我妈 偷偷给扔掉了 当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爸已经结婚了 我们的友谊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家庭 我只好跟我爸说 爸 我们还是做父子吧 我爸也很难过 不是说好 好兄弟一辈子的吗 当然我们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法 就是把我妈拉进来 三个人一起斗地主 大家有没有跟自己的父母 一起斗过地主啊 有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跟父母斗地主 关系特别复杂 有父子 母子 夫妻 关键还有地主和农民 对吧 我妈斗地主 就会特别投入 她会突然斗着地主说 儿子 妈养你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每天为了这个家 日夜操劳 你能不能不要炸我呀 哇 我太烦了 打牌还要打清醒牌 我爸就特别清醒 说儿子 你清醒一点 你看一下眼前这个女人 她不是你妈 她是地主 你是农民 你爸也是农民 你要记住 你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 然后我就炸 当然在我炸的时候 还是说了一些好话的 我说妈 炸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其实这个 我现在跟我爸妈 相处得很好啊 我有一个 跟他们相处的妙招 就是给他们打钱 他们一唠叨我 我就打钱 这就相当于封口费了 有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要打了 怎么又给我打钱 不用我 我说你看你又唠叨了 不是 真的很好用啊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 大导演北野武的故事 大家知道这个 北野武成名以后啊 就是他的妈妈 每个月都管他要很多钱 北野武都觉得 妈妈也太贪婪了 结果妈妈临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钱 都留给了北野武 原来是妈妈 怕儿子乱花钱 等自己死了 他活不下去 我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了我爸妈听 他们听了很感动 我妈跟我爸说 我就说临死之前 就得把钱都花完吧 儿孙自有儿孙福 哎呀没有了 我爸其实 我爸妈特别好 去年我离婚以后啊 他们怕我孤独 还专门来上海陪我 今年他们已经回去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现在有李诞 跟我相依为命了 好 我今年刚入职了 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 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游厚啊 协文化 我胸卷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要 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 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 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 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 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 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一九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地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节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滴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轩哥晴级了 给轩哥看一看吧 轩哥他挺了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的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我们老板 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相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 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抠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火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 晚上的节目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 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 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 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摸穿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欢欢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平时都喜欢在哪买衣服 现在一般都线上买衣服吧 线上吗 我比较喜欢逛商场 你还会喜欢线下吗 对啊 你不觉得那些服务员有点烦 会比你推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的工作 而且有时候他们过于热情 热情点很好啊 喜欢这种 先生先生 要不去我们店里看一下 可以啊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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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堵我们家门口了嘛 你在店门口欢迎我就好了呀 你好先生 欢迎光临维多利亚的秘密 那一店嘛 要一个男人的店啊 你好先生 欢迎光临贝克汉姆的秘密 夫妻店嘛 你好先生 你这个消费能力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店呀 怎么说话呢 你是服装店员 你要复合我 好的 没事我就随便看一看 先生这是个随便的人呢 这句不用复合了呀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这件连衣裙真的很适合先生呢 我不会卖连衣裙的呀 这家多少钱 六千八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吧 这家呢 七千二二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 这家多少钱 这家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了 好 哈哈 想不起我吗 你想想便宜点的是吗 先生 可以看看啊 要不要试试我这条 我不会买你穿过的吧 也穿不上呢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 穿起来显瘦点的衣服啊 先生想买瘦衣啊 太不吉利了吧 那先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想要的风格 就是那种高冷的 就是越高冷越好 先生想要珠穆朗玛风啊 谁会穿个衫在身上啊 穿衫甲呀 穿什么衫甲呀 这样吧 你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 先生要试试复古风怎么样 复古风可以啊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也太复古了吧 不喜欢吗 试试未来风 未来风可以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不还是树叶吗 叮叮钛钛合金的呀 这跟材质没关系吧 它还有一个特别未来感的功能 面部解锁 这也够不着呀 还是不喜欢吗 要不试试混搭风怎么样 混搭风可以啊 先生试下这片T恤 然后是马甲 牛仔服 西装 风衣 羽绒服 这也不是滚搭风啊 这是热伤风吧 还是不喜欢吗 先生要不试试中国风怎么样 中国风这两年 来 先生试下这片肚兜 这也不是很中国风吧 稍等一下 还是小鲤鱼 我还是点真的好吃啊 蠻符合先生的style啊 这是年画娃娃吧 您喜欢吗 我不要这种吧 不要这种吧 我觉得这件就不错 喜欢这件什么 从模特身上扒是吧 没有 另外一个客人呀 这客人太随和了吧 这是本店限量款 全球限量5000万件 太多了呀 这件编号是0000001 一件没卖出去是吧 先生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这件是吧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声说出来呀 有跟衣服表白的吗 每件衣服都是有灵魂的 你要跟它产生爱的连接 来 我现在假装下衣服 我喜欢你 滚 先生 这件衣服 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你 这是你想说的吧 我就要这件 要这件什么 先生要什么码呢 没有 S-M-L-C-L-C-L-C-L 你是在嘲笑我吗 嗯 嘻嘻 你听好了 我就叫XXXL 好的 先生要什么颜色呢 你这都有什么颜色 您说一下你的职业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 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那我为你推荐 一球二白 急扫贪黑 还有面容死灰 太真实了吧 太真实了呀 蛮符合你的职业 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 亮一点的颜色 好 来 任老猪 黄 我知道这件了 好的 好吧 我们这有一个 原著非洲保护栋公益活动 是否有参加一下呢 公益活动可能要参加的 今天消费598元 每买100元呢 可以免费领养一个 非洲大象 我养不起吧 这个没法养啊 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活动 今天消费598元 满600可以减100 这个可以参加 但是我觉得你们店的衣服 都挺贵的呀 也有便宜的 12块钱一斤的鲤鱼 那够了吧你 大家好 我是从博男 谢谢大家 第一期我讲了 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 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 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 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 要在美国 用英文 教美国人 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 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 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闭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 我的little brother 美国的治安 也进一步加深了 我温顺谦和的品格 我那会儿出门 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 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儿在脑海中 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 该如何第一时间 把钱给出去 礼貌地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 这个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截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截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回来 我说终于来了 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 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他话音落地 我叫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逛乌尔玛呢 支支吾吾 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 两个单词 U2 我那会儿我发现 我跟美国同学 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那个伞 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 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 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 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 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 会不会到了我这儿呢 我跟我同学 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 我们这儿 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儿算呢 我说 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 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 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懦的力量 上个月 我走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 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 他就骂上了 他说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 已经做好那种 俺娘的姿态 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 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大娘 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 就 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 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 都开始质疑 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 我抵得挨肚 大娘沉淫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 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采灵 我没有把杨某人 真送走 你们不要恨我 我割过双眼皮 因为我以前的眼睛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呢 徐志胜跟我对视 都属于大眼瞪小眼 割完双眼皮 我回家 我老公愤怒了 要跟我离婚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他跟我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双小眼睛 看不穿 猜不透 永远那么神秘 我跟你求婚的时候 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说你的审美不权威 他说我审美咋不权威呢 咱俩不去过兵马俑吗 那秦始皇的审美还不权威吗 一坑接着一坑 带走的全是单眼皮 但凡有一点内双的趋势 你都进不了兵马俑海选 那天做梦 我梦见我又变回了单眼皮 但是最后 还是因为身高被淘汰了 我说我当不了兵还当不了马吗 他们说你这个个儿 当马都是够高 但是马是双眼皮 除了眼睛小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身高 小的时候 别的孩子八年长到一米二 我在一米二停了八年 为了长高我天天在楼下单杠上挂着 但是我的身高呢 上去得有人给我安上去 下来得有人给我抱下来 有一天 我被我爸忘在了单杠上 那天我穿了一身红 别人以为谁在单杠上挂条秋裤子 后来我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这个身高 在英国 属于猪如 我是可以领残疾人补助的 听到这个消息 我立刻奔赴了出具身高证明的面试考点 我以为我能免试呢 结果高出了标准线一厘米 没过 除了我就后悔了 我比高比习惯了 忘脱内增高了 我老公看我很失望 还来安慰我 你已经很矮了 你要相信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会越来越矮 等你七十多岁的时候 还会再抽搐的 那个时候才是你人生矮的巅峰 后来我长大了 我发现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不要容貌焦虑 要酷 所以我每天装那颗洒脱了 告诉别人不要在乎外貌 我今年生孩子之前 产检的时候 我旁边的一个产妇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特意预约了杜医生 给我的孩子接生 因为这个杜医生 杜西尔寄的好看 你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 期待要剪断寄一个扣 就是咱们的杜西尔 他要给孩子一个好看的杜西尔 我说为什么要比杜西尔啊 杜西尔好看能咋的 好找对象啊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徐志尚没有火 他的妈妈 每天在人民公园相亲角 前面一个小白板 我的儿子志尚 25岁 五官不端正 工作不稳定 没房没车没存款 但是有一个无比性感的杜西尔 来吧 大家看一看吧 我说你不要比这个身高长相杜西尔 你看我 把这些事看得就特别淡 后来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颤床上 给我打麻药的医生 摸着我的脊柱问我 你多高 我说咋的 打麻药长个儿啊 他说不是 我说啊 我1米65 医生说你可得说准 前一阵有个女明星 生孩子的时候 谎报自己身高 结果麻药打错地方呢 生的时候 骨盆徐没麻 脚后根麻了6月 我一听医生 我1米54 但生完孩子之后 我的脚后根也麻了一个月 因为其实我1米53 打完麻药我就开始困了 在我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 我一把拽住医生的手 我说你认识杜医生吗 我想让他来给我孩子寄杜西尔 但是究竟寄什么款式呢 我也不确定 审美这个东西吧 一天一变 要不这样吧 你让他给我孩子杜西尔 寄个活口 谢谢大家 我才能 看见了 看见了 大家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 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成脱口秀 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 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 让我们双方我和爱豆 都摆脱这种质疑 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入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 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湖南 我在这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喊 说路寒 路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 开始找路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 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路寒 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 路寒素颜的样子吧 我算 enough 看你这不是这个人吗 你这不是这个人吗 我算了 我算是这不是这个人吗 我算了 还是得靠长相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长相 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 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 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 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志胜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确实很认真地 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想 真的我的朋友 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 失败的时候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志胜啊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跟她 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 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湿漉漉漉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 不光潇洒 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吗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她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呆上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 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 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我妈了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 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 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他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 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觉得这些女生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好 谢谢大家 我的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孟恩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 你就别跟我说复活 或者夺冠的事行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自从李淡 他第一期说完 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 然后他在后面 他有一路说呀 他一路说 我就一路输呀 而且什么 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 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 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 我这两天写不出来 我真的快疯了 然后女朋友跟我说 她说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呀 她说你别管了 我说啊 然后第二天 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 卖第一次商演的地方 我跟你说 我当时在北京心情 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就是可云 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 我跟你说 我怕我在大街上 真的突然就疯了 我的段子呢 我的段子呢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你会说什么 当然我没指望他说什么好词啊 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 浪费青春 遇人不输啥的 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他突然说了个词 直接把我说懵了 他说 忍辱负重 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 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 很冒险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该形容 后来又会一个线下观众说 这叫嫁狗随狗 我们当时在北京 其实真的还挺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住在胡同里面 我就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 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 就每天早上 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 而且你知道 早期那个胡同 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 就中间它连格挡都没有 我太不讲究了 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 隔壁住的胡同大妈 如果头天晚上 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大妈就会这样看我 这不算什么 下班之后 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 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 稍大一点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小点声 隔壁能听见 隔壁传来声音 大妈听不见 还有一回啊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 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男的因为梦 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 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 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 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哎哎 醒醒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有西子睡觉呢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 这都是男生心理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梦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还有一个事儿 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 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哎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 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 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 这就是夜店吗 你这不是关了灯的一号 现在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夜店里很多人 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 都在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 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 那样子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 卡在这儿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了 眼睛瞪你 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眼神 你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会儿 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 你脱脑帽不懂高科技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打了一拳 然后他说 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那玩意儿 一点也不酷呀 我真的不明白 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烟 至少比如说 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 对吧 雕个大雪茄 然后 你至少感觉 这是一个老大 对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这玩意儿这么长 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跟叼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 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Godfather得了阿兹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尊重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 不能吃 不能吃 老头留在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什么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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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浩哲 哎 哎 真是比到这一轮 真不容易 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我比赛紧张 我妈比我更紧张 我妈可太厉害了 每次比赛 她就在家里 替我念心经 很多弹幕说 我晋级是李诞宝的 我澄清一下 是菩萨宝的 就为了了解 自己的心理状况 我做了个心理测试 我发现现在干什么 都要关注公众号 我坑尸别度 答了15分钟题 答完告诉我 看结果 我得先关注公众号 我一咬牙就关注了 关注完跟我说 我是讨好行人格 注意不要逆来顺受 真的 我现在觉得 这个公众号太泛滥了 我上厕所 门上贴了一个广告 有个二维码 我一扫 一个美食公众号 胖哥美食地图 我说你不会以为 我馋到在厕所里 都想着吃吧 而且居然还能 当场下单 你说我这个 收获地址怎么填 左手边第二个隔间 到了放门口就行 我不方便拿 我最讨厌的是 就是在饭店点菜 也要关注公众号 大家看得出来 我关注了很多饭店 我现在的微信 才是真正的胖哥美食地图 甚至买杯奶茶 关注完公众号 还有我的电话地区 相册使用权限 万一信息泄露怎么办 我很怕一夜之间 全国的奶茶店都知道 这个满脸胡子的山东大汉 最喜欢的是 香草芝芝眉眉 况且我喜欢的也不是 香草芝芝眉眉 是经典有机 A2纯牛奶 亲和舒适好营养 这才是一个硬汉 真正爱喝的东西 这个微信很多功能 都让我很不能理解 朋友圈 为什么我点完赞之后 别人的点赞和这个评论 也要推给我 我感觉我都不是 点了一个赞 而在这条朋友圈下面 插了一个眼 这里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要看得一清二楚 有无数次 我点完赞之后 三更半夜 被朋友圈拎回来 围观俩人在评论区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 我只给领导的朋友圈点赞 那这样这个眼 就不是普通的眼 这就是一双 洞察人心的慧眼 我要看看 效果文化里面 到底有多少狗腿子 微信还有一个功能 叫拍一拍 哎呦 这真是 大家挥洒幽默的小舞台 拍一拍自己的魔法球 把你变成猪 拍一拍自己的良心 说哎 怎么没有呢 在这一点上 就不得不再提下我的母亲 当别人还在拍一拍 上挥洒幽默的时候 她就已经率先 实现实用主义了 我母亲拍一拍的后缀是 拍一拍自己的佛牌 保佑全家健康 哈哈哈哈 你知道大年三十 我看到我妈在自己家族群里 拍自己的时候 有多震撼吗 我们家没有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我的世界观察了 我没想到 二十一世纪的通讯科技 跟佛能这么有机的结合 我说怪怪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赛博朋克吧 而且拍一拍这个功能 对我这种一紧张 就发肚的人很不友好 因为录这个节目嘛 我有幸加到了 赵小慧老师的微信 加了明星嘛 就难免想看看人家的朋友圈 结果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我把赵小慧拍了 就小慧老师还是很大度的 他宽宏大量地 给我回了一个问号 我当时差点 吐了一口血出来 但是没有吐出来 应该是我妈 又拍了拍自己的佛牌 但还好我冷静 在那个电光火石之间 我想到 我灵机一动 我给他发了一句 你好 我想买车 他回我买车简单 来关注公众号 好 谢谢大家 我张浩哲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张浩哲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巧了 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就看我俩谁准备的不够好 行了 我不在这矫情了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 都得等着他在那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 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 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 没事 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 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 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我也这么写 还有人坐地铁也特别矫情 我有一次呢 在北京急早高峰 我刚一上车呀 车里就有一个人说 挤什么挤呀 别挤了 然后我说 怕挤打车啊 别坐地铁 然后他沉默 我感觉他的心刺痛了 别看他表面上在那刷着手机 很淡定的样子 但他心里肯定在想 真的没有办法反驳呀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有范儿 因为当时我嘴里有两粒一达 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能比我 更口吐芬芳 我就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矫情 因为在北京地铁里 你要能这么拿手机呀 这都不是最挤的时候 对吧 真正的挤 你手机得这么拿着 你的眼睛跟手机没有任何的角度 你都不知道在给谁刷 感觉在给后面的人刷 看到哪了 看到哪了 翻页吗现在 翻页吗 哪站下 下着钱给我讲讲呗 我说到矫情 我有一件事一直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矫情 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就你们有人跟别人拼过生日吗 我拼过 拼生日 因为我之前入职过一家公司 会给员工过生日 我的生日是5月31号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刘畅 他的生日是5月21号 但是在我们主管看来 哎呀 都是5月末吗 就一起过了吧 他就选在了5月25号 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他为了不得罪两个人 而得罪了两个人 然后到了25号那天 主管从外面订了一个蛋糕送进来 蛋糕大家都知道 上面一般会有一个盘 写着 祝某某某生日快乐 但这就是拼生日的尴尬 就那个盘它有自出限制 它写不下 那天那个牌上啊 写的不是 祝周期末和柳畅生日快乐 写的是 祝二位生日快乐 二位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然后蛋糕端过来 大家就开始给我们点辣 给我们唱歌 当时在歌声中 在烛光中 我就感觉那天是我的包办婚姻 因为我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别人安排的 这个日子是别人安排的 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也是别人安排的 还要过多久我都不知道 一辈子吗 然后吹完辣以后 就开始切蛋糕嘛 这个蛋糕也很难切 因为那个蛋糕啊 比蛋黄派大不了多少 还有切成十一等份 后来还是一个 懂微积分的同事 过来帮他忙 在旁边算了半天 有解了 有解了 第二年我从公司离职了 就因为有一次呢 我跟刘畅在外面聊天 然后他在那抽烟 又快到五月了 咱俩得走一个吧 我说行不行 我走啊 我走 关键是直到现在 还会有前同事 给我发微信 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期末生日快乐呀 我就给他回 你记错了 我不是二十五号生日 流畅才是二十五号生日 然后给他过 而且关于生日呢 我一直有一点不理解 就是生日愿望 为什么要默许 我就觉得生日愿望 应该说出来 尤其在你经济 没有独立的情况下 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 可能就坐在你周围 对吧 比如你过十八岁生日 你就在那许愿 我想要一个iPhone12 一整眼 发现你父母在那 许完了吗 许完了 最大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三 二 一 请锁票 张老板 这一季 我想先说点话 弹总 这个选择困难症啊 真的是精神医学上 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这个病的患者会非常的痛苦 我在这里讽刺的呢 只是借用这个名号 没有经过科学诊断 然后 演示自己的那种矫情的人 真正的那种选择困难症的患者 我们应该给予鼓励 支持和关怀 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 阳光地活着 然后顺顺利利地 做出各种选择 谢谢大家